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賀物 現在我們看到 這裡是安加拉河的源頭 也是獵人之家 他們家的旁邊 是不是一個世外桃源 這個是一塊石頭 這一塊石頭有一個傳說 說如果你要犯罪 把你捏去 背景上面的那塊石頭 今天白天 把你捏去 讓你睡在那裡 你名字沒死 把你捏回就沒罪了 就是剛剛那塊石頭的傳說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下一個景點 這個就是聖尼古拉教堂 這裡是李斯維昂卡人 他們的信仰中心 他是一個木造保留下來 我們看到這就知道 這是斯拉夫傳統生活的建築特色 我們看到的這個教堂裡面 是東正教的教堂 導遊可能就會跟我們講一下 東正教的歷史 通常我們進教堂 都要偷鞋子 要偷鞋子 要偷鞋子 還有就是 不能抵抹了 這樣表示 我們對我們的教堂 佛景 現在你看秋天的風景都很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這個尼古拉教堂 就是東正教的教堂 來到俄羅斯看到的都是 一般他們信最多的就是東正教 我們現在看這個歹喬寺院 白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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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白鞋子 白鞋子 就是白鞋子 白鞋子 白鞋子 就是白鞋子 白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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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大呢 白鞋子 白鞋子 三萬一千五百公里 五百公里 我已經說了 這個鞋子 要是看它的面積 不是全世界最大 部份面积有三万一千五百平方公里 薄西宝石林 所以你看维加坡附近有那些台湖带的地区 这个世界的薄西宝石林 然后明天我们坐火车的时候 一夜市维加坡都有脚肠的毛皮 所以它温度多低它都不胖 它不怕吃草的 它都是吃植物 吃完了就没办法吃肚子 吃了就饿死了 那这些肚子都是那个长毛犀牛或者长毛巷的肚子 有一个动物的一个时代 有一个动物 每年就是地震 而且到现在 北加坡里面每年大概有两千个地震 两千个地震 但是大部分我们在这边感觉不到 因为它不是很强 是地震以后的损失 但是这不是在北加坡附近 这是其他国家 最近几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就是 北加坡的博物馆 那北加坡的博物馆 我们要了解到它们的相关的历史 第一可以看到这个北加坡里面 有三千五百种植物 其中有两百两千六百种 是北加坡第七特有的种 所以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巡浓鱼 还在这里最出名的鱼 就是叫做欧母鱼 那我们现在看到上面 这边都是这里特有的 特别是如果妈妈胸带小孩 那时候最危险 而且胸饿的时候也最好 它是有看别人的旅行之后 是科学家的记录 然后让它们就划出来 但是这个样子三百多年前 传入错了 所以十八世纪初 我们这个带的时间不是很长 一半几个月或者一两年 来了走了完了走了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鱼 就是都是北加坡里面非常特有的 你看 它有两千六百种 北加坡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你看 对对对对 这边 妈妈和爸爸都是比较酷的鱼 所以刚刚开始养 刚才比较小的 它最大的时候才那么大 就是实体的 你看这个小的 但是它鼻子很长的 这个也是 这都是鱼鱼 这就是鱼鱼 这就是鱼鱼 鱼鱼 然后这个 啊 这个是鲰鱼 鲰鱼 这个鱼不是北加坡特有的鱼 别的湖和也会有这些鱼 很多 别的地方也有 我们湖里面没有那么漂亮的鱼 为什么北加坡博物馆会有热大鱼呢 因为科学家说 北加坡有一个弟弟 在非洲有一个湖叫 唐加尼卡湖 唐加尼卡湖 他全世界加胜 然后他的年龄比北加坡小一点 而且他的转型也是一样的 也是长型的 所以科学家说 那如果北加坡有 布老鱼 鹅母鱼 或者秋白骨鱼 这个是比较大的 这个鱼鱼 鱼鱼年龄已经有十七十八岁 比较大 那个最小的可能有七八岁 最大的你看 后面是最大的 我已经说了 它说明不是很大 才到达三十岁 而且鱼鱼 那个最大的鱼生产黑色的鱼 这是另外一个北加坡的鱼叫 灰鱼 灰香的灰 上面有一个草 下面一个灰加的灰 灰鱼 就是灰鱼比那个欧姆鱼好吃 但是你去 要欧姆鱼的话 你可以拿鱼王 捂这个鱼 那个灰鱼只能拿鱼干 叫的 哇 我们看到海豹了 好可爱哦 最可爱的 海豹 太可爱了 那一只小只的叫白鱼 小的大概七八岁 大的大概是七十八岁 哇 相亲相爱 他把鱼生伸到上面去 他现在要回来还气 他一般在一只水泥 最多的一个小时 然后回来要还气 哇 肚子好大 肚子大 他很胖胖的 我现在要坐一段渡轮 穿越安加拉河 到贝加尔港 我们现在要搭船 经过那个安加拉河的沿头 我们要坐那个观光列车 也就是贝加尔湖最精彩的一段 大家这个时候秋天来 景色非常的美 但是比较冷一点 只要你想看到枫叶 它是一定能 所谓说没有到临上跟临下七度 它的枫叶是不会厚的 这是我们现在看的环湖火车 今天我们要坐的 这个火车 这是由我们观光客 每一年五月 开到九月 后来就没观光火车 多了 有的团体来到这里 火车也不一定开 今天去环湖列车 多了 很欲望 你们可能就是最最后一班的人客 我们贝加尔湖的观光列车 欢迎你们 因为你们这一团实在是太会玩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 被叫 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枫叶 里面这个湖有三千五百种植物 那有两千六百种是特别种的 这最好吃的鱼 就是欧姆鱼跟白鲑鱼 它说还有一种更好吃的叫做鱼鱼 但是这个鱼鱼去到那里都吃不到 还有这个白鱼鱼是淡水 还有海鲍 还有海鱼 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 你看海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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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所以说它到底是湖还是海 有人说北海 其实它就是淡水的背交 我们下去以后可以走鱼鱼鱼 下去到湖边也可以往前走 看一百多年的水场